明杰 刚刚看到的是 国会听证会上面的对话 对 这个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 强调说美军会做好备战准备 来应对中国可能的威胁 那这所谓的备战准备 其实近期我们看到非常多 不管是军力部署的调整武器的研发 各方面的军业 那当然最重要的 这个对美军来讲 对中国最强而有力 可以吓阻这个进犯台海的这个武器 就是所谓的核武 那核武的部分 其实我们看到最近美军 那在这一个4月3号进行的一项 大家非常特殊的叫荣耀之旅的 这义勇兵三行 洲际弹道飞大 也就是核三位体中间 最重要的陆基的构成的部分 在进行所谓一项 这一个部队的这个演训的测试 那它不是实弹射击 不过其实时间非常近 因为我查了一下 在2月9号 其实我们先前看到 中国间谍气球入侵美国之后 其实没多久 在这一个加州藩登堡基地 才实弹射击的 硬梅义勇兵三行 那这一次比较特殊的是说 它在验证它整个 部队的一个战备状况 那本来有三支 所谓这个等于说 战略导弹的这个部队 那中间抽测一支 那又非常巧合的 抽到这一次担任 这一个核武测试的是 这个蒙大拿州 这个Malmstrom 这一个基地的这个部队 那这个基地我们知道 先前中国间谍气球 就是飞越这里 所以这到底是巧合 还是刚好 其实非常值得关注 那当然这一次更特殊的是说 它的一个发射的指令 不是从地面的 这个核武指挥中心所 这个下达 而是从空中的 这号称末日军机的 E6B核战通讯机 直接下达命令 那这一项演习更重要 在测试说 有一项叫ALCS 基载的这个核武的 这个传输系统 是不是相对来说可靠很稳定 因为这一项系统非常重要 就是说今天如果在模拟 譬如说这个美国的核战指挥中枢 遭到地面 譬如说地面基地或地下基地 遭到袭击的情况之下 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空中载台 直接下达命令 传输给不管是陆基的 这一永兵三型的基地 或者是水下的 这战略核潜舰 2-22型的这一个战略核潜舰 也可以发射 这三次X级二型 第五这样的一个潜射 洲际弹道飞弹 所以这一项核武的测试 当然在强调说 美军核武的可靠度 那除了这个部分 当然16B先前持续对外曝光 特别是这两年 更常让外界看到 过去其实是非常神秘 那当然也在展示 美军的这一个核武的一个能力 跟核反击的能力 那16B目前来讲 美军还有16架之多 不过16B服役已经将近30年 所以现在也在准备打造 下一代叫EXX的 这一个新一代的核战通讯机 那核战通讯机 现在有几家厂商都在竞逐 包含像洛马雷神 洛斯洛普格鲁曼等等 那中间看上的是说 像洛马他打算用这个C13-0J 那把它加厂来改造 那为什么要用C13-0J来取代 因为先前现在的16B 基本上是经过性能提升 不过他的载台是 波音的1707 那他需要比较长的跑道起降 但C13-0J的一个好处 就是他可以端舱起降 基本上需要一千 只要一千公尺跑道就可以升空 等于说他在战场上面的存活度会更高 那未来包含像雷神 也会负责上面的一个核战通讯系统 那先前我们也谈到说 美国的参谋联席会主席秘利 他就强调说美军的核武库 确实需要加速来更新 所以现在有一套叫NC3 的核战指挥控制这个系统 这个系统我们看到16B的这种空中指挥链 等于就是他中间重要的一环 那除了美军不断的在强化这个所谓的核武的更新 当然还有包含像他的哨兵的ICBM 也开始准备进入这个研发跟测试 还有包含像空射型的 这本来B50H挂载的 AGM-86B这种所谓的可以携带核弹头的巡运飞弹 未来也会更新换成LRSO新一代的空射核武 那中国的部分当然就是因为他的核武的威胁 也越来越大 特别是我们先谈到核弹头可能350枚 2030年要增加到1000枚之外 那美国国防部去年底 针对中国的这个军力报告 中间其实有一段讯息 最近也被这个美国军方又拿出来解读 透露说其实中国现在拥有的 这个六艘094战略核潜舰 就是晋级的这个战略核潜舰 那基本上去年已经观察到说 他已经可以至少由一艘 全年轮流在南海进行所谓的战备 这个动作当然让美方相对担忧 认为说未来在南海美方跟中国的这个水下 可能有可能会因为核潜舰 经常的一个出没而发生摩擦 那更重要是说美国的战略司令 科顿先前其实也已经证实 这个中国最新的巨浪三型 也就是潜射的这个洲际弹道飞弹 那射程可以到1万公里 已经列装在这个094的这个核潜舰上面 那如果这未来他从南海 基本上就可以对于 这个美国来进行所谓的 这一个本土打击 那过去来讲因为巨浪二型 他的射程比较短 必须要让这个核潜舰 要前进到第二岛链 大概才有足够的射程 现在他有这个1万公里以上的射程 就足以让他在南海就直接 对美国本土进行核武的攻击 所以这个部分当然对美国 也相对造成威胁 所以为什么可以看到 去年这个美国有多达 1000架次以上 包含像P-8A的反潜机 频繁进入南海再进行侦查 甚至我们已经看到 他有胜利级的这个海侧船 海间船 维持2到4艘都在南海巡逸 那当然美国现在也 边内预算加速在打造 最新的哥伦比亚籍的战略核潜舰 未来总共要造12艘来取代 二亥二级的战略核潜舰 那更重要我们看到AUKUS 这三方澳英美的联盟 也准备为澳洲来打造 至少3艘 那可能会最多加2艘 总共5艘的核攻击潜舰 未来当然都是要部署在南海 那当然更重要的离台海更近的 就是这两天菲律宾直接对外公开 终于公开了说 这一个最新跟美方协议 能够提供给美方当作基地使用的 4个基地里面有3个在旅宋岛 那更不要讲我们刚刚谈到说 陆军跟陆战队未来 譬如说他兵力直接进驻 这个滨海作战团 可以从南北来夹击 那对中国未来武力犯台 绝对有非常强大的嚇阻效果